哇 耶,放假啦 一堆蕾丝鞭,生产出门,要公布宝宝训练 这伤子还有一个叫河的,一个叫河的 要去洗了,开始洗了 我们回家啦,今天在外面搞了十几个小时 我觉得真的脚可能有点肿,一定会好好休息 既然不用工作就好好玩嘛 哦对,今天是不用工作的第一天 耶,放假啦,来跟我一起耶一个,放假啦 耶,那我还留工作 你怎么好不请愿呢 因为我还留工作呀,我还要拖呢 那你羡慕羡慕我,每天在家,不干任何事的我天天躺着 买外卖,甜菌味,海鲜,烧鲜草,柳哥自己卤的 你刘南,庆祝一下放假第一天 我这个假感觉一方可以放到年底 别说了,吃一个简单的早饭,牛油果,鸡蛋和面包 然后我跟柳哥打算上一个课 这个课程呢,就是教你怎么带孩子,生孩子 这个课程是两个多小时,报了好几门课,网课 因为Covid的原因,不然就要去班上跟同学们一起上了 柳哥就是我同桌 对,我们来这排个座嘛,同桌嘛 开始了 从生命和家庭教育研究部份预计,可以变得很强烈 我自吸了,我太紧张了 上完课了,这是柳哥做的笔记 刚才挺有意思的,一个课程大概是有四个家庭在线上面对面的交流 其中有一对情侣,还是一对蕾丝鞭,就两个都是女生 然后他们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四岁大的小孩了 然后这是第二胎,就介绍是这个女生生 我估计上一个是不是另外一个女生生 是的,他们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觉得他们应该是去买的金子 你挑金子的时候,你还可以挑雪桶,长得好不好看眼睛是什么颜色 然后身高怎么样,体重怎么样,你都可以挑 来柳哥,我考你一下刚才学了什么 看你认真听课没有 考你一下刚才说的几种公缩的呼吸法 第一个是Slow 第二种是Paste 第三种是Pattern 没有HEEHEE呢 第二个其实是HEE 我没发现新鲜意,第三种是HEE 不说嘛,顶刻听得很认真嘛 到时候就靠你了 他那个视频都说,你到时候你就是一个什么基本上都做不了的 就是你这歪街的话 我就是个弱智 你就只能Depend on我,你知道吧 那你好好学,都记住了 记住了 我们刚塞完一个布回来 柳哥准备把这个拼一下咯 可以放歌,可以有白皂声 可以这样的晃动,特意把它设置在这里 上面还有那种树林在一个沙滩上面 然后躺着个躺一 然后有椰子树,度假的感觉 这样动,然后这样动 然后这样动,还有这样动 看看rock模式 这样这样这样 蹦迪一样是吧 柳哥开始他的第二校工程 尿布台,我们把这个拼好了 换尿布台,柳哥展示一下这个怎么使用 今天是一个周一,柳哥要上班 然后我在家休息 我已经在家里休息了大概一两周了吧 柳哥特别羡慕我 今天的中饭自己包的馄饨 上次我包了四大盆吧 里面是猪肉香菇馅 我放假之前经常会要跟印度总开会 我每天要六点多 不知道七点钟期 因为还要吃早饭 所以那段时间还蛮辛苦的 因为晚上睡又睡不好 睡眠不够 现在终于放产假了 但是却突然觉得有一丝丝空虚 我也想空虚起来 我想非常空虚 我想极度空虚 听着空虚吧 现在每天在家不知道干什么 就有点焦虑 所以前段时间疯狂的剪视频 更新视频 我觉得每天剪视频的时候还蛮充实的 然后最近终于有时间 能够回复一些那种商业邮件 拍一拍广告什么 我觉得我再也回不到小时候 就是每天啥事不干 然后天天玩也完全不有愧疚感 我这一辈子可能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我们还没有公布宝宝的性别 为什么现在公布 十万以后我可能很久都不能跟视频 对啊 十八年后等他长大成人的时候 在更新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是男女 很多人看我肚子很大 才是双胞胎 其实不是 三胞胎 并没有那么幸运 不是双胞胎 是男孩子 其实我挺想要女孩子 有个可能无所谓 你不会想要女孩子 是吗 柳哥的爸妈其实也想要女孩 因为他爷爷他爸爸那一辈都是只剩了男孩 然后我们家的话也无所谓 但是我个人形象是想要女孩子 我觉得更贴心更可爱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你也不能控制这件事情 也挺好的 科学上是可以控制的 柳哥说要把他所有球鞋要传承给他 但是人家脚都跟你不一样大 你怎么传球鞋 我觉得他身高肯定跟我也差不多 我觉得还不如把那些手帆传给他 让柳哥说要教他打篮球 再在头上报扣 晃倒在地 然后再头上报扣 你这个当别的 因为实在是晃不过其他人 只能先晃到他 然后说要等他长大一点 就让他干各种家务活 代替他 比如说你今天打扫院子 赚5块钱 去楼下帮我拿瓶水上来赚2块钱 然后我们现在名字也没有起好 因为据说要看他那个生辰八字 反正特别麻烦 但小明起好了叫佳佳 因为是牛年嘛 是角 但是特别搞笑的事情 柳哥的爸妈想叫他牛牛 我爸妈想叫他特特 特别的特 每次我跟我爸妈视频的时候 我妈就讲特特怎么样了 我说不叫特特是叫角角 我妈说随便你们喊你们的 我们喊我们的 所以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名字 各喊各的都不听对方的 但是我们想了几个大名 柳哥说要叫何德何能 这个只适用于双胞胎 没有双胞胎 一个叫何德 一个叫何能 然后因为和不是在厂商话里面 就是跟黑一个发音嘛 然后柳哥说要叫何命贵 又不是要去竞选美国总统 搞得这么政治正确 不叫何气聊吧 我感觉这支视频可能是我 生孩子之前最后一支视频 生完孩子以后 我可能我不知道 有没有时间更新 希望有时间更新吧 最近反正在家里 有时间就会看看电影 因为觉得生孩子以后 估计没时间一起在家看电影 已经想象到就是我们俩手忙脚乱 睡觉都没有时间的样子 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国内的爸 妈突然过不来美国 因为这边疫情突然严重了 然后国内的疫情也反复了 所以签证什么的就是很麻烦 最坏最坏打算就是我俩自己带娃 带到明年看看疫情能不能好一点 因为现在请月嫂 月儿嫂特别困难 基本上要提前半年一年的 而且还请不到好的 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 心理准备迎接这场战争 心理监视已经做好了 身体建设还不知道 但是还好我放假放到明年 看看能不能挤出时间来更新视频 让大家营养娃一下 感受一下小家大孩子的爸妈的挣扎和痛苦 然后看完视频以后就都不想生娃了 趁退 我们公司只给男生一个半月的假 我舔的太不人道了 北美血汗工厂还是名副其实 而且我的家是产前只有一个月 就是他会根据医生给的那个due date 往前退一个月 如果你提前生了的话 那个假就浪费了掉了 所以我希望宝宝在肚子里面能再多撑一回 尽量撑到due date 让我多休息一会 我不知道别的公司是不是一样的 反正我们公司是这样 现在我已经37周已经满了 所以是属于足月状态 所以随时有可能会要生下来 但是我上周去做BX的时候 医生说脑袋已经长到39周了 好吓人啊 实在是没有糖尿病 不知道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大 希望生产的时候能够顺利一点 我会不会死啊 这屁了放屁了怎么可能呢 呸呸呸 呸呸有人问那个Vlog的顺序 因为我重新排序了 然后搬家那一支是就变成Vlog1了 然后三年前开始拍Vlog的时候 Vlog60吧 然后现在又从一开始 是我觉得因为有了小孩以后 就是人生的新阶段了 所以我就想从一开始 然后重新排序 代表着新生活的开始 人生新阶段 我们的准备工作 我觉得已经比较充分了 我们还写了一个出门的SOP 生产出门 哎呦太挫了 SOP的意思就是一些步骤 等你到那个紧急时刻可以就按这个步骤来 就不用很慌嘛 项目的执行者是柳哥 有任何问题也照柳哥 然后联系人是柳哥 我们还没有写完 可能在下面再加点东西吧 最近在整理照片 然后突然在硬盘里面发现 八年前帮同学一起拍的一部小电影 这特别搞笑 我现在是无法直视的感觉 拍这种意识流的电影 这是我呀 怎么跟女鬼一样 这在干嘛呀 我不想看了 因为我们朋友导演系 要用英文写小作业 然后还要我们去帮忙 我笑死了 无法直视 看柳哥那个时候的脸还没有那么方 就稍微比现在好一点 柳哥因为前几天干农活干的太猛了 然后他又忘记戴手套 于是他的手指就被扎了一根什么东西进去 包丝吧 我已经看不到了 就是有个小黑点 然后他觉得不舒服 然后让我帮他扎一下 你到底搞不好 你不要拿火去烧一下这个针 切切毒不就行 拿火你不觉得烫吗 我烧了 我又不用给你缝针 我就是挑点也 挑不就得进去吗 不再绕你那种 要死了 慢点 蛇嬷嬷和盒子味 你是下雨河 河雨虾好吧 你叫叫 你要是把我们小孩的名字说出来 我们小孩叫河雨虾 多了诗意 还痛吗 痛啊痛啊怎么不痛啊 你能不能不要叫 我这还没戳进去你就开始叫了 你生孩子比这个痛以前被你信不信 那当然信了 有那么夸张吗 好痛啊 他搞开了 你快点 不痛的 你是怕被我扎所以说我不痛了 你跟宝宝说说话 佳佳 你现在怎么样 放心 我们以后不会寄完 你只要过得开心精彩就好 不会拿你跟别人去比 虽然我现在在买营养用品后面 已经开始寄了 不能让你比别人差 看了别人买高端的婴儿推车 本来想买个一两百块钱 结果我买了一两千块钱 不能让你出身坐的车就比别人差 对不对 然后开始寄完了就 没事啊 以后绝对在学习方面不急 只要你争执过得精彩 然后等你长大以后 你就可以牵着阿娜出去玩 我可以带你打球 把我那些鞋都给你 是谁又不行 太忧伤了 在桥打我窗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小兔子乖乖 把门打开 一个村庄里面住了一群人和一个孩子 他又长狼来了 为什么都是这种恐怖不傻 最后要不就是谁被吃掉了 要不就是没有眼睛没有耳朵 你爸爸我就是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啊 故事长大的 他又给你拿来了 放我搅上了 想吃冰激凌想吃西瓜 不可能出生前你都碰不到冰激凌 吃不到西瓜 是不是篮球的时候干 那倒不是 篮球没这么软 篮球没这么大 嗯 拍西瓜 压州超市买了这个小龙虾 只买了一磅 我最爱吃的马小 简单粗暴 他说是三斤龙虾一包料还不到一斤 你用了所有的料 好柳哥现在在尽力的找弥补了 哇 看上去不错哦 感觉放点紫苏 就是有一种长沙小龙虾的感觉 口味小 要柳哥剪一下虾壳 果真是只剪了虾壳 连肉都没剪开 没关系 我已经很满足了 这么大一个虾剥出来 就这么丁点肉 那橘桃树明天可以再去啊 如果明天还有的话 你吃吧 我吃不了这么多的 我吃点味道就行了 好久没喝碳蒜饮料 嗯 吃出一堆壳了 越吃越上头 感觉停不下来了 柳哥 越吃越好吃 我觉得那种夜宵的感觉 太赞了 这个直泡饭好好吃 所以你要一定要再搞点饭 所以我刚才一下吃了一碗饭 这个很下饭 米饭不够了 我要柳哥再煮了一碗鲤鱼 米饭 要吃的我麻麻的感觉 你注意点 别吃过量了 饭点就好了 昨天晚上没有吃完的小龙虾 今年中午把它下了一个龙虾面 感觉很重口 就昨天剩的龙虾 然后去买了一个烧鹅 早上我们九天钟就起床 然后我人生中第一次进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是叫 因为医生跟我们说 如果你一旦觉得有什么异常 比方说宝宝有时候不动了 什么的就要马上去急诊室 所以今天早上我一起来 主要是昨天冻的太多了 昨天一直在冻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以后 发现他不怎么冻 我就特别着急 然后跟柳哥说 然后柳哥一谈就起来 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那种 我买的那个胎兴一测的胎兴 结果胎兴也测不太到 然后我们就赶紧开车 去到急诊室 做了那个宝宝心跳检测 加上那个B超都做了 最后确定宝宝是好的 一共花了三个小时才回来 九点去十二点才回 现在终于放心点了 人生中第一次进急诊室 感觉今天账单出来 要超过五千道了 还记得老王有一次进急诊室 同一个急诊室 他就过年时候在我们家切菜 切了一点点小口子 他进去的时候上课都已经预合了 然后就帮他擦洗了一下 然后花了一千四 是吧 就他切的手都要一千多 我感觉我今天三个小时 起码五千刀了 坐等账单 我这个还得取掉 急诊室的医生帮我带 那帮你剪带吧 柳哥今天早上是什么样的心 请采访一下 比较急嘛当然 然后开车的时候也特别着急 我都想过开窗子的手 把自己当那个Ambulance用 主要是你早上坐在床边 摸着肚子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想哭 你说早上你还在不在 让我感觉本来只是急 就是我单纯的只是一个事情 很紧急的感觉 但是你说了那句话以后 就开始融入我个人的感情在里面 不光是急了 小姐你当然没有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汽车电影 第一次看 这个公园旁边就是一个非长大的 Dog of Lish Park 我们打算带Hana玩一圈以后 就赶紧去排队 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看电影的大屏幕 我觉得这个view还可以啊 挺好的 短暂的西雅图美好夏天 我们后面这一排开始呢 这些车都是屁股朝前的 就是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后备箱打开 然后坐在后备箱上 或者是自己拿一个凳子 铺一个毯子 坐在草地上看也行 然后在那边的镜头 会有一些food truck 会卖一些冰激凌啊 一些喝的饮料吃的 在柳哥强烈的要求下 我要拍一下他车 柳哥前几天拿着这个车做了一个detail detail用中文怎么讲 就是花了几百块钱把这里面扫了一下 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出生的小宝宝 因为哈娜经常在里面搞了很多沙子脏东西嘛 他就把它整个弄得干干净净的 不错柳哥 那哈娜是不是就失去了做后座的资格了 在后备箱哭泣了 可怜的小家伙 那喜不是相当于他等级降了呀 那当然的 我等级都降了 那宝宝就是他以后的直系manager 你就是他的skip manager 你是skip skip 我是co 我们弄了一个网子 以防他跳到这里来砸到小宝宝 网子就可以把它阻隔在后备箱 就像警车那种铁丝网 这本书是我同事的亲戚写的书 然后还有一些可爱的小书本 然后这是同事通过Amazon给我留的盐 这也是同事寄来的通宝宝鼻子的吧 然后也是一些小礼物 然后今天还收到了 楼楼寄的一些小帽子 小袜子 衣服 宝宝还没有出生 就这么多叔叔阿姨们关心 真是太幸福了 还有宝宝的小口罩 好可爱啊 这是前些天到的一些小衣服 还有拍隔布之类的 这边还有各种我们准备的温奶器 消毒器 帮奶器 婴儿尿布 奶瓶各种 我们买了一个小的迷你洗衣机 放到车库里面 打算以后洗宝宝的衣服 这个是1.6cU的 我感觉能放不少衣服呢 然后把这些新的衣服都洗一遍 以后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穿了 这是我跟柳哥无所谓的 就是衣服混着洗 但是大人都建议我们 就是跟宝宝的衣服分开来洗 所以我们还是买了这个 其实有的大洗衣机 下面会有一层tooty 专门可以洗内衣内裤 加宝宝的衣服的 但是我们的洗衣机 当时买的时候 没有考虑那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只能新买一个小一点的 它是这种便携式的 就是你只要有水池有水管 然后有一个水池可以排水就行了 洗衣液也是这种专门给宝宝用的 但是这种滚筒式的 就只有甩干功能 没有烘干功能 所以甩干以后 可能还是需要晒一晒 我们把自己卧室的一个小柜子 放在婴儿房了 以后这个就打算装一点宝宝的衣服 加上换洗尿布什么的吧 然后我们自己房间呢 是换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柜子 正好我们俩觉得之前那个不够用 他买了一些他磨牙的玩具 我们把这个宝宝监控器也装好 这样子直接对着这个床的 然后用这个app就能看到它很方便 还能检测出它的呼吸啊移动什么的 这个是床中床 反正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到时候用完一阵子以后 我再告诉大家哪些该买哪些不该买吧 反正我基本上都买了 衣服都洗好了 简直太厉害了吧 这么多衣服 感谢洗衣机 真是解放人类双手啊 不然这些衣服我自己要熟悉的话 洗到何年马月 这婴儿的小蛙子也太可爱了吧 居然这么小 有人说婴儿的衣服最好熟悉 我妈还问有没有棉布的尿布呢 我的天哪 这年头谁用棉布的尿布 难道它弄脏了 还要给它熟悉吗 咱们就科学养娃 不要为难自己 这个架子是以前在宜家买的 没想到现在作用可大着呢 你看它一层一层的 太厉害了 哇我们收到了亚马逊发的快递 亚马逊有个服务叫baby registry 只要你去注册 并且购买一些东西买足 所以我们要读他们的要求 他们就会送一包这个东西免费的 可以可以 doctor ground还是 注册了以后 用它这个baby registry 买的东西都有八五折 好像target那些商家也会送这些 买了一个专门给baby用的迷你洗衣来 这样 嗨早上好 天哪 这个镜子我不擦 真的没人擦 今天起了个大早 因为今天有两场婚礼要干 现在是35周了吧 我感觉我手臂胖了一点点 但是好像还好 没有长太多 然后这个肚脐眼都包出来了 所以我里面再加了一层棉的 我这里有一个肚脐眼的韵子 走了 其实昨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 柳哥说要我昨天庆祝一下 我感觉自己没有一点感觉 昨天下午我们组还办了一个happy hour 给我祝福一下 然后聊了几个小时天 对感觉大家都挺好的 当了爸爸妈妈的同事们 就会给我发一些那种指导呀 然后他们生孩子的经验呀 照顾小孩的经验 要的地址 会给我寄一些书什么的 我们组这个大家庭的氛围 还挺温暖的 我今天早上太急了 我都没有感受他动没动 对啊 虽然说昨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 但是我前天晚上忙到凌晨4点 留个陪着我 其实是我自己做 因为我当时快放假的前三天 然后我想起没事做了 因为我手里的活已经干完了 就不想浪费时间嘛 然后我就结了一个活 我以为我能做完 结果我做不完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honorship 对吧 太有honorship 应该再对我们的宝宝多一点honorship 被柳哥吐槽了 恭喜恭喜 瘦了啊 柯南 昨天天气还很差 但是今天天气非常好 果然黄到极日这个说法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感觉每次看别人结婚都挺感动的 此外国的中文 ok 所以这个意思非常感动 你到时候 无论体病还是健康 贫穷还是富有 无权皆新 可是事情是则交换不幸 藤原拓海 那你在考验我的手机 刚才我马上拐弯了 你看你个后座容易灭泊 拐了 不拐了 你这个司机不行啊 怎么又是我的 不是刚说是他顶的 又是我不行了 你看他这个傻样 找车位真好 来得着路来得翘 移出行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移出行移家取 今天算了日子的 大厨何师傅 今天化身为甜品室 你应该中间放一片薄荷叶 枸杞加香菜 这叫中原一点红 有牛奶蛋清还有糖 还不错成型了 我已经好久好 就没吃过双皮奶了 还不错 这个比蒸干好吃 我们做双皮奶的契机 就是家里有非常多的蛋白 医生让我多吃一点蛋白芝麻 所以柳哥买了特别多的牛奶 Costco那种没有糖的希腊酸奶 再拌一点各种各样的 蓝莓草莓呀 那种水果吃 然后我吃了几个月 实在是吃年了 于是柳哥就开始帮我买蛋清 我们今天晚上要吃一个烤冷面 就是这个玩意儿 买了一些瓶瓶罐罐 这个是柳哥特别喜欢的一个 柳哥说特别像那个 观世音菩萨撒水的那个花瓶 买了一棵树 准备放到柳哥的房里 给他增添一点色彩 我们还买了两个 再放到外面的地毯 柳哥你这眉腿 妈妈给你梳梳吗 做海啊 舒服吗 这一堆棕色的其实是Luna的 柳哥说要混着梳 给Hana梳完以后给Luna梳 让他们彼此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 就能够相亲相爱了 然而我觉得用处并不大 Hana过来 你俩都过来了 Luna我没有喊你 你搞不清楚自己的名字吗 Luna你看自己的毛 柳哥真的是一个没有尝试的人 我们梳毛都是拿这一头来梳 他上次给我拿这一头 拼命的刷Hana 把他毛刷下一大坨 这边连刷鞋底都嫌硬 这个其实应该是洗他的脚底板之类的 柳哥 你看我们家秀秀花 人家的秀秀花都是特别饱满的 一个球一样的 我们家秀秀花怎么长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们这是编衣品种 我就知道你会说品种不一样 那为什么人家都没有这样子呢 我觉得我们家三株 还比不上人家一株 所以我们的少见方 这样看还蛮好看的呢 太大只放不下吧 你这个神逻辑 真是为自己的缺陷着补呢 还蛮好看的呢 每次要柳哥搞什么事情 他就会一拖再拖 然后我就把它放到 他每天经过的楼梯的最中间 我看你什么时候把它搬上去 我有时候就这么就走了 就要不是拍这个视频 柳哥觉得会绕着走 你每天能看到哪 是不是应该买一个小一点的 我们要准备出门了 哈娜又开始发出了尖叫声 留个模仿一下 他每次我们一说走吧 他就特别特别激动 然后开始尖叫 给你带路了 今天的晚饭 我们打算做一个寿司 刚才煮了一点寿司米 哦不对 是饭团 台湾香肠 这个是蛋黄酱 我的小小癖好 喜欢放点蛋黄酱 哎呀 保不下呀 我吃的保太多了 妈呀 肉怂放了吗 哦 肉怂忘记了 肉怂怎么能忘呢 我只要买外卖 你这样包个字给我 我可能不会给你付钱 我就走了 不要 你不想吃别吃啊 哎呀 不不 难以下嘴呀 味道可以吗 嗯 我最近在网上发现一篇帖子 我觉得写的蛮好的 快乐的本质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快乐的终极本质 其实就是大脑在当下的投入程度 快乐就是忘我 时常快乐的人 就是做什么都会很忘我 完全的投入一件事情 比方说认真的吃饭 感受大自然 赶地铁的时候 投入的观察身边每一个人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能够专注的进入忙碌的节奏 甚至是认真的把一道题目给解出来 休息时又能马上松弛下来 享受每一口午餐 再比如说现在的短视频的 各种算法 各种游戏 是用人工智能 模拟出让大脑成瘾的一种机制 但是这样子的成瘾的性质 是跟当下能感知到的快乐 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通过游戏 你可以打造短暂的快乐 但是这是被动发生的 你的大脑会因为边际递减效应 逐渐麻木 你会发现你逐渐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才能拥有同样的快乐 但是你如果通过投入生活 来感受快乐的话 是一种主动型的投入 这种快乐与你在做什么事情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你是否具有投入和忘我的能力 我觉得说的还挺好的 获得快乐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就是投入的生活 投入的感受你当下的每一刻 吃饭的时候认真吃饭 看比赛的时候认真享受一场比赛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交游 认真的享受大自然 这样的快乐很简单很朴实 但是又非常能给人带来能量 希望我们都能够享受生活 快乐的生活 那也许我有一段时间不能够经常更新了 拒绝于宝宝是不是是一个天使宝宝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